这周的官场表面上是静悄悄 中共的一众高官还在北戴河开会加班加点 讨论重大的国情大事 但是在互联网当中却是波涛汹涌 这个波涛汹涌只为一个人 就是习近平是生是死 被人要挟了还是依然掌握大权 大家都在猜测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中风了 到了北戴河会议期间 又说习近平在北戴河的时候 被中共的元老被红二代逼宫了 甚至有传言说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习近平的亲信王小洪 加入了反贼的行列 把习近平给拿下来了 于是就逼着习近平让权 让权又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法是把总书记跟国家主席 让给了胡春华 所证就是在三中全会的时候 有一场分组会议 胡春华突然出现在了习近平的身边 而且跟习近平是并牌而坐 让大家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是不是中共的高层又再一次把胡春华 这个曾经认为的魏太子又把他起回宫了 让他来重整江山 这是第一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是习近平被逼宫了 逼宫之后把权力 总书记跟国家主席交给了丁薛祥 军委主席由军委副主席张又霞来张管 那至于其他的版本就更多了 比如说在互联网当中 有号称是中共离休老干部冷劫府 说他在互联网当中有发信息 呼吁中共解放军的两名军委副主席 支持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消息 另外在中国的互联网当中 最早是在微信当中 是中国的开国上将 也是原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杨勇的儿子 杨小平 现年都已经81岁了 一位老红二代就在微信当中发言 非常的隐晦 说本月就是八月份 即将出现超过奥运会 俄乌战争 以哈冲突 委内尔拉还有孟加拉局势的 镇静中国国内的重大事件 而且说这将是真正的百年 未遇大变局的一个信号枪 就等着八月份的时候要接锅盖 于是中共党内军内的这些知情人士 已经发出信号了 中共已经变天了 除了大家在猜测习近平 是不是已经完全被拿下了 那还有其他什么 认为习近平现在被拿下呢 不大可能 比如说日本资深媒体人 石板明夫就在X品达当中分析 说根据他在中国采访那么多年的一个经历 根据他对中国政局的判断 他认为现在说习近平被中共党内的众多势力 一起推翻拿下 不大可能 尽管不大可能出现明目张胆的反习势力 但是也证明中共党内有一群人 他们不希望习近平再插手经济 不希望习近平在经济上再胡搞下搞 于是才有了这段时间 各种传言此起彼伏 中共的官媒呢 有的时候静悄悄 有的时候来一个习近平的回信 你比如说在8月13号的时候 党媒新华社确实发布了一个军令 但这个军令呢是以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为头衔 而且是把国务院放在了前面 中央军委放在了后面 但是很多分析人士啊 也认为这样的排序有违中共的伦长 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权力 不说完全大权旁落吧 多少是有一点撼动 就在今天8月15号的时候 中国官方终于发布习近平真正的动向 中国的外交部 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名义就宣布 中共中央的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邀请 越共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 在8月18号到20号的时候 拜访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证明习近平大权在握 安然无事 马上就要出来接近外宾了 之前啊 在三中全会说习近平中风了之后 7月20号的时候习近平不是也出来了吗 去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去调研 越共的前总书记阮富重 可是呢很多人不信 就是相信习近平已经不在的那些人啊 他依然坚定的相信习近平 他就不在了 现在出来的一切的习近平 一号二号三号 全部是替身 时事评论师蔡神坤先生就在互联网当中呢 又发了一篇文章 就说在三中全会之前 以及三中全会期间 中共当中建在的正国界的一些老同志 对三中全会的决定 以及习近平本人发出了一个委婉的建议 而且这个建议啊 还比较多 那就说这些老同志呢 大概提出了30条的意见 但是最重要的是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决策问题 说过去遇到的重大事件 都是集体决策形成共识来推动落实的 现在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 大事小事都是由他来拍板定案 看他的脸色来行事 他身边的亲信都是唯唯诺诺 没有立场 没有主见 没有原则 一个人错了就跟着一起错 再加上精力不足 许多请示报告送上去 迟迟不见回音 下面也无所适从 选择不作为 老同志们就建议恢复集体决策的制度 明确责任分工合作 而在经济事务当中呢 说要有董经济在省市党政机关长期历练过的一些领导 出来主持工作 在干部选拔任用上 要搞五湖四海 不能再继续搞小圈子 小团伙 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另外也提到了中国公安部的人选 说绝对不能够在公安系统内部来产生 只能够在省委书记的人选当中来选出来 这是每一个在任和离任的中委的呼声 另外这些老同志还建议要撤销公安部特勤局 副国际上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 依然交由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办公厅来协调管理 不能够由特勤局插手安全保卫工作 也就是说他们对公安部特勤局高度的不满 还有就是对习近平标榜自己为改革家提出了批评 习近平原本希望通过宣传造势 把自己打造成为超越邓小平的一个改革家 并且在三中全会的决定当中明确下来 而老同志们普遍认为 过去十多年以来不仅没有改革 而是在后退 这样的改革家名不负实 还是不要搞这套形式主义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再一次的劝诫习近平 不要热衷于搞个人崇拜 中共历史上凡是大搞个人崇拜 最终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连毛泽东都不例外 另外还建议整个跟西方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不要走激进的反西方的道路 要广交朋友求同存异 鉴于中共面临国内外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危机 习近平不听显然是不行的 过去他可以把经济的问题推到李克强的头上 中共二十大之后都是习家军的人马在掌权 习近平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三中全会又不可能让老同志都闭嘴 只要有一个人开口 其他的人都会把怨气发泄出来 所以他认为海内外对习近平极为不利的各种信息 并非是空穴来风 除了反映出人心向背和党内外对习近平的高度不满 也意味着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受到了中共党内外的广泛的质疑 而中共的宣传部门可以把它抬上神坛 但是对于了解中共权力运作的一些老同志们来说 只要有机会说话 还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但是为什么这些猜测会此起彼伏呢 甚至现在很多人对于中共官方发出的任何信息 哪怕习近平出来都不认账呢 归根到底 还是中共这样一个黑帮体制落下的一个病根 再加上仅有的官方口径出来的东西 还出尔反尔 就更加增添了这个党 这个官方的信息的不可信不透明 习近平出来被大家猜是替身 也就不奇怪 那接下来苏林在18号到20号访问中国 到底会不会把过往一段时间 对于习近平的负面信息 倒台的信息给彻底的盖下去呢 我个人认为不那么乐观 大家依然会来寻找习近平不稳 习近平不好的蛛丝马迹 那最新的消息啊 说有可能习近平现在已经开始来选择他的接班人了 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自己感受到了某种压力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场中共的官场斗 是8月14号的时候 中国黑龙江的哈尔滨 哈尔滨的到外区的检察官 傅玉强失明的举报 说到里区人民法院的法官 还有院长在处理到外区教育整顿办公室违规案件时存在违法违纪的行为 我叫傅玉强 是哈尔滨市到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今天我实名举报 哈尔滨市到里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家周宇轩 庭长丁一 主管院长尚西明 院长蔡天夫 认定案件事实不以证据为根据 违法采信非法证据 违背事实和法律 做出枉法判决的违法行为 李家周宇轩 你们在刑事判决书上认定过标注挂牌案件的行为 导致办案单位误讲普通线索作为督办案件处理 你们认定事实有根据吗 本案中办案单位只有哈尔滨市到外教育整顿办 和哈尔滨市公安局到外分局 他们的调查结果都是普通线索核查报告 并且上报市教育整顿办 该线索调查完毕 没有任何单位将普通线索作为督办案件处理 你们为什么歪起事实 强行认定普通报告就是督办案件处理 本案中哈尔滨市纪委阶委 已经对我违法违纪念 在庭审中我已提交了该证据 并且在庭审中已经说明纪委监委 对我定性没有结果 请法庭调查核实 你们对纪委立案的事实不核实 不审查 在判决书上只字不提 并且在纪委监委定性毫无结果的情况下 做出了有罪判决 李家周宇轩 你们违背事实和法律 违法使用审判前 你们的内心是否受到谴责 请问丁一厅长 你对此案是否依法进行了审查 请问主管院长尚新明 院长蔡天夫 你们是否尽到了领导的责任 对此案进行了监管 你们对此案不问不问 明知此案没有造成后果 明知此案纪委监委 没有定性结果 错误的同意了违法的判决 你们的行为辜负了党和人民 赋予你们的权利 丧失了执法公信力 导致了冤假错案 造成了社会舆论 请你们反思 请你们重新复查此案 启动错案追究 如果你们不作为 我将依法行使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向有关部门 有关领导 依法提出检举控告 一直维权到此案 能够公平公正的解决 恳请编学文书记 党管所院长 郑果志书记 陈喜平院长 复查此案 也恳请广大网友 对此案关注 监督 我将继续报告 此案进展情况 谢谢大家 谢谢网友 咱们 民主党,民主党!民主党,民主党!